我覺得我很幸運坐在這裡 跟長海兄可以對談 我當然相信文化是可以帶動城市改變它的本質 提升它的這個政策水準 甚至於帶來經濟繁榮的一個基本面 那台中市很幸運也做到了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辦很多活動 但是活動辦完了當然希望它有效果 可是留下來的東西呢就是記憶和感受 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情是我辦羅丹雕樹長 辦完了以後東西要運走 沒有被運走被他買下來 買下來以後還放在學校裡面捐出來 一個市長夢寐以求也就是能夠做到這一點 可是我沒有那個能力啊 我沒有辦法買啊 可是沒有想到有一位先生他可以去把它買下來 還把它捐到學校裡面 昨天文化創意法通過了 昨天聽說六月會開始實施了 我正式在這裡呼籲我希望政府尤其是馬上總統考慮 如果有錢盡量推動第二波的消費券 叫做文化消費券 全部用在文創方面 好好的打一個強心針 你問我台中要怎麼做 我是覺得如果能這樣做 因為上一次的消費券 一共發行八百億台中市一個市就搞掉一百多億 都拿到台中市來花了 所以我希望你再做文化創意券 我也會全力爭取 我會跟它合起來爭取 所以台中市就往這個方向走嘛 那我覺得 我真的想講一句話 文化或文化創意 或文化藝術是什麼 我覺得 它是最乾淨的空氣 它可以讓你健康 身心健康 文化活動 文化消費 多看天下遠見的書也會很健康 它可以讓你精神上也快樂 不但是身體健康 所以我一直覺得文化創意 這個法通過以後 我們真的要體會 你看我們在台中做了這麼多這一類的事情 台中的經濟也變更好 人的品質也變更好 所以 是不能問我這個問題 我的意見多得很 所以還是請董事長指教 其實這一點我對胡市長 私底下真的是很敬佩 因為 第一個其實 胡市長對我個人真的是 相當的照顧 本來照顧夫人 是我們本來應該要做分裂的事情 分裂的事情 那台中因為有胡市長 今天是邁向國際 而且登上點鋒 去年得到世界 最好的城市 是現在的經貿園區 經貿園區的整個設計 邀請普利士頓大學 建築學院院長來設計 得到世界 建築設計第一面 這是很不簡單的 把台中推向國際 那我是覺得 那個 未來學大師 阿賓托夫人 他有講過 創意可以直載 21世紀商業的命脈 那 2006 美國的文化創意產業 是佔11.12% 佔它的GDP的11.12% 英國是佔8.1% 韓國是佔6.37% 我們台灣拉2.59% 就表示我們有很大發揮的空間 那台灣有很多的優勢 譬如說我們俱成 中華美學的精髓 那台灣的社會是移民社會 它是多元文化 所以對文化創意產業 應該是支援可以說是相當的豐富 而且我們的地理位置 在亞洲來講 又是最適當 距離中國大陸也是最近 所以我們有很多推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 但是我覺得 我們政府 像昨天通過的文創法 我覺得它的配套措施一定要很完整 否則還是不夠 那你像美國 它的文化創意產業 增加它的GDP 11.12% 它對文化創意產業 有些還在講制 所以我倒覺得 政府應該要考慮 講制這方面 對特別的文化創意產業 像電影這方面 我覺得是要鼓勵 要獎勵 那另外我倒覺得也要培養人才 因為藝術 藝術家是需要支持的 所以對現有的醫師家 和年輕的醫師家要支持 要培養 那另外 要醫院跟醫院金額 你像我知道 友達明基 他IT跟設計結合 在世界 譬如說德國幾個設計獎 是最難拿到的 他們都拿到很多 可是台灣有這方面的實力 不是沒有 那對於未來的台中 我很希望在胡市長領導之下 他經貿園區的規劃 中文藥大學和亞洲大學 我們整備去大學省那邊 大概買將近20公頃的土地 那我是有整備在那邊 做文化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那我準備可能邀請安藤中雄 還有伊東 詹哈哈體 他們都已經答應了 蓋三棟 第一棟 就是台灣民史文武館 幫我們台灣保留一些給我們 文物保留給我們的下一代 這是文化創意 第二個 我記得 我要再面詢一下 我見到李坤耀李董事長 他有跟我提說 他希望在那邊蓋一個電子博物館 因為台灣的IT做得很好 那第三是 我一直在想說 這遊語要蓋什麼 後來 我們的總部長跟我建議 蓋一個台灣流行音樂名輪堂 不要讓大陸或其他人 要去看鄧麗君到看張宇生 聽他的科到魂墓去 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的希望是這樣子 我希望能夠為我們台灣 我們台中市 做一些文化創意產業的工作 同時亞洲大學也有 安騰中雄的醫師館 幫我們台灣保留一些醫師 那當然這個是我未來這幾年的主要工作 在文化創意產業 希望能夠多做一點事情 謝謝